今天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凌如 台湾的本土确诊人数在今天已经破了2000大关 今天的数字是来到了2386例个案 并且昨天一口气又增加了四成 而其中在双北就占了一半 也新增了八名中症 还有一名重症个案 我们细看一下 目前还是在双北市是最多的 在新北市有822例 而在台北市的部分也有471例 绝观群中坦言 未来疫情将会大规模展开 呼吁大家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并且保持社交距离 更是紧到了这个月底 本土单日就会破万 而有医生也分析了台湾的感染曲线 就像是巴黎铁塔 目前还在铁塔的底部 但是一旦冲上去 未来高峰单日可能会新增10万人 你昨天也增加了将近四成 那这增长的速度算是蛮快的 特地向立院告假主持记者会 因为台湾单日本土首破2000人确诊 所谓官时中预告 疫情将会大规模展开 更直接示警 破万例月底就有可能了吧 我还是希望它的速度不要太快 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谨慎 把口罩戴好 社交距离保持好 于衷心肠要全民一起防疫 因为光是双北确诊数就破千例 基隆也创新高 被医界点名接近疫情喷发点 有医师把台湾染疫曲线 比喻成巴黎铁塔 一路从破百再破2000人大关 但也是仅五国疫情还处在基座 以台湾的人口数推估 塔尖破10万 也就是单日破10万人确诊 都是合理估计 前三到四个离巴拉提斯 就是差不多二 过了千到三万以后 一下就跳上去了 形状看起来就很像一个铁塔的样子 终究是会达到10万或甚至百万 10万人我们当然不希望到这么高了 疫情会怎么样走 我们也是继续看前端的各种香港纽奥 日本韩国各个不同的经验 那我们会参考的情况 那做好准备 还有医师坦言 五国目前的疫情曲线 还是压制下的结果 但像各国那样的指数型上升 还在后面 强调恐怖的可能还没来 但除了个案激增外 也在新增八名中症和一名重症个案 这名七十多岁富人 本身只打过一剂疫苗 确诊后发现有肺炎和病呼吸衰竭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治疗中 让医师几乎除了疫苗要打好打满 未来药物医疗分流 更要赶快准备好 重症清零将会是下一个主战场 这就是新增国外天破岛